致敬了致敬了 德凯奥特曼第九集 宇宙格斗士古雷格尔 前来地球挑战德凯打类台赛了 会不会像戴拿TV中一样 到时候也会有一个假德凯出现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得再重看一下 戴拿奥特曼第31话 死斗真戴拿vs假戴拿 莫萨阿甲二世从天而降 就在飞鸟将要并身戴拿之际 却发现有一黑衣人正在注视着他 在他轻蔑一笑之后 黑衣人大手一挥 亲客之后 贾戴拿凭空出现 飞鸟当即蒙逼 而贾戴拿正是古雷格尔人所画 面对莫萨阿甲 贾戴拿释放出直播摄像机后 便挑衅起莫萨阿甲 原来这正是古雷格尔四导四眼而已 他之所以将莫萨阿甲投到地球 只是为了向戴拿炫耀他的力量 就在贾戴拿对莫萨阿甲啪啪啪一顿削之后 脊脚重重的连环踢 将莫萨阿甲踢得云头转向 现场的直播 被贾戴拿穿输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在全人力的瞩目下 在飞鸟的注视下 贾戴拿抱住莫萨阿甲的脑袋 人类开始欢呼 只有记着下眉感觉不对劲 贾戴拿一个肘击之后 猛然一拧 莫萨阿甲就这样被拧断脖子 随即变成了这场演出的牺牲品 战斗终了 在飞鸟的注视下 贾戴拿不屑一顾 摆出了一个嚣张跋扈欠揍的手势 随后对着飞鸟一个挑衅的手势之后 电翼飞冲天 带着他的直播设备消失不见 只剩下飞鸟望着变身器凌乱在风中 下眉将自己的疑惑告诉飞鸟 刚刚那位不是戴拿 战争的戴拿战斗的时候从不装逼 人群中 古雷格尔偷来杀气的目光 轻蔑一笑之后便匆匆离开 就在飞鸟迅速追寻之际 古雷格尔一脚废踢杀了过来 二话不说的古雷格尔对着飞鸟就攻击起来 古雷格尔一脚后空踢 几招直拳将飞鸟打得只有招架之力 飞鸟在古雷格尔制服在地之后 一脚踩踏便落到飞鸟的对面 在飞鸟的质问下 古雷格尔向飞鸟道出原尾 他来地球只为打败戴拿 若戴拿不迎战 古雷格尔便不断召唤怪兽来骚扰地球 飞鸟当然也不是下大的 当即变成戴拿奥特曼 古雷格尔不给戴拿喘息的机会 步步侠借的攻击 将戴拿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脚迈中戴拿脑门之后 在牵制了戴拿右臂之后 两圈正中戴拿腹部 随后再将戴拿给抛了出去 伸手重伤的戴拿顽强地站了起来 此时人力的阵机赶到 但是没有分清摘假戴拿之前 谁也不敢轻易开火 戴拿飞山开溜 假戴拿追上后 脊脚连魂的飞踢正中戴拿咽吼 就这样 戴拿被重重的踢到电网的边缘 好一阵酸爽的电机 戴拿重重的摔在地上 红灯也开始闪烁 假戴拿猛然一个假动作吓唬戴拿 随后轻蔑地背起双手与戴拿再次对阵 就在戴拿恐惧之际 假戴拿一飞充电后 欲将戴拿再次给踹飞出去 此时下面告诉人类 那个吃爹的才是真戴拿 就在下面号召为戴拿加油之时 假戴拿双脚一夹 戴拿又被踢飞出去 摔在大桥之上 接下来戴拿基本毫无还手之力 红灯闪烁的他还是站了起来 蜂拥而来的人类为戴拿加油助威 你们真是仇服啊 就是这个举动 让胜利队识别出真假戴拿 一番密集的轰炸 虽然没有效果 但为红灯闪烁的戴拿赢得了时间 戴拿想到夏美对他的鼓励 看着全人类都在为他呐喊助威 果然戴拿小宇宙爆发 摇身一变之后 变为强壮型炮拿形态 贾戴拿再次攻击而来 炮拿一拳灵敏的将他翻了个个 随后对着贾戴拿又一拳 再补一脚 最后居然单臂将贾戴拿举了起来 随后将他中抛出去 杂落在地 贾戴拿并不服气 居然五五扎扎的强和戴拿 鄙视拳法 两奥打出的第一拳 均被抵挡之后 第二拳拼尽全力的轮向对方 就在时间静止的那一刻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炮拿不光炮 而且他的胳膊还长 身受重圈的贾戴拿 脸部崩开之后 忽然跪倒在地 随后便化为 古雷格尔人本来的面目 这家伙倒也爽快 当即服输 并让戴拿杀了自己 戴拿并不想为难他 于是在戴拿的注视下 古雷格尔大手一挥之后 取回了自己的道具 随后便一飞冲天 带着直播设备消失在空中 至于在德凯TV中 出现的古雷格尔是不是这货 让我们尽情期待 德凯奥特曼第九集的播出